印度正在大力加强与非洲的贸易关系 双边贸易过去7年来翻了一番 今年将达到将近900亿美元 重头是ICT 也就是信息和通讯技术 更多的是涉及ICT 农业 出口和制造业 亚历克斯·韦恩斯是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主任 他说 印度对待非洲投资的方式是以私营领域为主导 而非洲第一贸易伙伴中国则以政府为主导 目前已有很多中国人在非洲工作 整体来说 印度公司似乎比中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当地招工 韦恩斯说 非洲国家需要解决本国民众的就业 按计划 今年10月将召开一次大型印非峰会 来自54个国家的代表将印邀赴新德里 美国之音亚历克西乌华盛顿报道